這部電影成就了幾首經典歌曲 可不可以請導演談談當時這部電影音樂製作方面的一些狀況 謝謝 其實《愛情的魔力》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那麼也延續了那幾年用老歌的那個方向 因為從《封城三峽》的Jer Jumbo 到《難兄難弟》的《我要你的愛》 到《愛情的魔力》 這幾個都是那個年代的 從葉峰、姚敏等等的歌 那麼其實就是一個延續 一早就定 也覺得給他更有 當時講究更有陽氣 就是那種老歌 那麼也是義大利的歌 也是完全講愛情的感覺 但是反而值得去提一下就是《一追再追》 那個《追》的首歌 那個歌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我是沒感覺的 我第一次聽這首歌 我是沒感覺的 是許願公司裡面的一首歌 是Dick Lee當時寫給您一年的 而結果沒用了 就放在那裡一首歌 歌詞都寫了 那麼許願就說你不如 因為許願有幫我一起彈劇本的這個戲 他就給我這個歌說不如拿這個作為你的主題去 那其實我就覺得好吧 Dick Lee的大家都說好聽 我說就用這個吧 但其實我都沒聽進去 因為我對新歌是非常沒感覺的 就我覺得所有新歌都是pop song 而且我對廣東流行曲是非常不喜歡的 印象 所以我很不喜歡在戲裡面放流行曲 那麼但是也知道這個 這個戲張榮也一定要有個流行曲 他唱一個歌 他那個時候是風邁的 結果他唱歌也是個賣點 他也願意唱大賣點 結果我就覺得好吧 那麼其實我是一路都沒有特別的感覺 覺得你們說好就好吧 廣東歌詞 臨席的詞那些 都是對我不是很有感覺的東西 那麼結果呢 我記得在拍的時候 我們最後拍到快ending 有一天我在片場開車回家 我再開著來聽 才好好的把那個詞聽進去 我當時已經戲快拍完了 我就在開車的時候 我就開始音樂聽 就會感動 我就聽到哭了 我就感覺到整個歌原來是完美的 這歌詞每一句對這個戲都完美的 可能有些時候我覺得 我拍戲的創作的過程都是一路在變的 那麼可能很多時候 你沒去到最後一天 沒去到拍完了 整個戲的型都還沒定下來 主題都可能不是很清晰 那其實到那個時候 我覺得才整個戲都歸位 都到位了 都到位了 那所以很奇怪一個東西 就是說不是說 第一不是為這個戲做的這個歌 而結果那麼對 最奇怪的是 拍的導演是完全到最後一天才知道 原來是對的 好 來 還有沒有人 有問題 你 你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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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看